蒙面法不是新的 因為自從佔中和佔旺之後 看到很多人蒙面 還有很多專家說 一個人蒙了面邊底的人 你知道佔旺的Captain America 其實是內向的人 他蒙了面就肆無忌憚 2、3年前已經有議員要求立法會研究 他就研究了 很多地方有 紐約州有 明尼蘇達州有 歐洲、德國有 法國也是因為黃貝森立法禁止蒙面 加拿大蒙面是蒙面示威判十年 立蒙面法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交給立法會做 即是做不到 我們立法會會期明年七月都到 如果立法會立法那麼容易 我們立了圖案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緊急條例做 緊急條例就是 可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去立例 而立這些例是有凌駕性的 是不需要羅法會批 因為他的能力 為行政權 他的範圍真是A到N 他很厲害 你聽上去就很害怕 權力很大 包括對傳媒的檢查審批 逮捕、機樓、驅逐出境 管制口罕 貿易、貿易出口 對財產的甚麼 所以有些人很害怕 以為拉人封艇、凍結財產 但其實如果用是不會用那麼多的 你針對證用而已 是吧 你不需要去理財產的 你不需要的 如果你要追查這些背後的資金 你現有都是條例 但我們知道一定會面對司法覆核 甚至是即時被人禁制 所以立法的原則 一定要合乎比例 因為凡這些規例 都會影響 某程度影響人權和自由 人權可以在四個情況下限制 第一是要為一個合法的目的 譬如你維持社會安利 第二是必須的 第三是不會過分 不會excess 第四就是要符合整體社會的利益 即我要你少少的犧牲 會整個社會恢復平靜 所以政府要草以這條例 一定要很有針對性 還有要很有信心 是經得起司法覆核 現在這麼說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人們對法紀失去尊重 這是很危險 是一個slippery 如果不阻止 香港會走入木無法紀的狀態 甚至沒有政府狀態 所有市民受到損害 這些政府要考慮 我相信政府有研究 律政司說了他有研究 因為這個真的不是什麼紅水蟒手 當然有時時有些反對 就是說你不是選出的政府 我不信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什麼都不要做 我們不能用這樣放棄的心態 為了愛香港救香港 和火馬英霸 他覺得 別小可 Youtube 真心悪 這個小可怕 那些人 人家 全 eres